然后这一次是我真正跟程晓合作的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作品 但是比我想象中 我们的配合真的很有意思 很好 真的好好的 每次都有这个一点点的开玩笑 然后一直都笑 我们全部都是玩戏 全部都是玩戏 他真的跟他在一起排练 我觉得内卷好严重 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 因为就可能 比如说我们学完这个动作 他说我们要不过这里改一下 然后老师在那边有编一版 然后他说我们可以想很多的可能性 这个也很好 这个也很好 你的也很好 然后自己再编一版 然后 我成效都是 我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编 好像 好像 我都可以 但是我想夸成效一个 是我每次都改动作 但是他学得很快 然后他的身体也是很 like flexible 什么动作他也可以 伸缩自如这样 真的真的 好专业 然后他经常跟我说说 我们就合一遍音乐 我们就合一遍音乐 不用跳出来 听音乐 然后音乐一想起来 他就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说 不是跳一下吗 然后我就 我又要比他跳得还要大力 然后我们两个都在 互相内卷 然后他这个地方全折 我的膝盖破皮了 先 先 先 去 完全 好 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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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是 我都大 对 我说轻轻和一遍 轻轻和一遍 然后他就各种给我那种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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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但是他们剩两个人在比赛 真的 好卷 特别是陪众组就是这样 谁懂 还有我和天歌一起聊天 聊天的时候我跳过风 然后他也说 我也跳过风 Chinese style 是内卷吗 内卷之外外面也卷外卷 往外卷了 不会以为是和站多跳吧 那这个肖肖老师和天老师 怎么觉得这边有只猴子 还有个仙子 我觉得就是这个编排很有意思 因为站多是一直是 像是活在回忆里 然后这边一直像是活在 美好 就是他们两个美好时期的 那个样子里 像是两个时空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想法还 蛮奇妙的 对 就是我们这个故事 就是我一直是活在她 美好的回忆里面的 所以我们两个是 不能有共同的空间能够触碰 所以我一直没有触碰到她 是 然后就是我有多幸福 她就有多惨 对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这些和Santa跳的时候 是在背景是这个 这个山 沫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就是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 等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以为在那骗她 对 因为我们遇到的时候就是在沙漠 是吧 还有在山里你还记得吧 就是紫霞仙子 好蓝啊 今天是紫霞仙子 我是那个沙漠仙子 我本来喜欢中国舞吧 然后呢这个我看过了这个电影 一线所爱的那个电影 我看过了然后呢 我也知道这个部分 谢谢 紧箍咒 对对对 所以我也很容易理解这个歌词 马师的表舞特别厉害 而且很容易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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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很喜欢的 好所以除了这个中国舞的 国风的内卷之外 接下来还有 我这边要出个考题 微博的网友呢念念不忘 你们说普通话的样子 所以今天呢 了不起舞社的官方微博 就干脆发起了一个 教主理人说了不起的方言 的活动 所以今天要请两位老师 内卷一下你们的普通话 好中文考试开始了 然后我要在我们的队员里面 找一下小老师 北京话的部分 我记得肖恩 肖恩 肖恩是北京人对吗 来 你最快 北京话他很行 北京话 儿的那个吗 儿的 儿 我儿 我儿 串 串 在哪儿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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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话我可以啊 我在北京的 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都倒数第二期了 你觉得武圣能饶了他们吗 Oh no 东北话的部分 书然东北话行不行交给你 OK 好不好 来 请上台 老师呢 我先教您一个就是 对您的粉丝呢 如果对 您要亲密地叫他们呢 您就可以叫他们宝贝儿 我知道 宝贝儿 对吗 宝贝儿 来 对姐姐说一个 哎呀 宝贝儿 宝贝儿 你吃了什么呢 感觉不是感觉起来不是第一次说 我觉得 第一次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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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第一次说的 然后那个 就是如果比如说 哎呀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太不太幸运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说玩完了 玩玩了 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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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第一个有儿话音第二个没有儿话音 玩 等一下 玩玩完了 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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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玩完了 然后呢就有请我们东北华老师 我这个有点长 长 对 好 就是 波浪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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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哦 波浪盖儿 膝盖 波浪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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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 很会告诫 对 然后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 嘎嘎是什么意思呢 嘎 膝盖的盖儿 膝盖的盖儿 波浪盖儿 那波浪是西吗 对吧 波浪就是西的意思 就他们的方言 这个我们叫膝盖 但是他们那边就叫波浪盖儿 波浪盖儿 对 是一个 波浪盖儿 是这个 波浪盖儿 对 它现在是一个词儿 然后把它组成一句话就是 膝盖摔破皮了的东北话来讲 就是 波浪盖儿 卡 吐了皮了 我都信 等一下 波浪盖儿 波浪盖儿 卡 OK 波浪盖儿 通了皮了 吐了皮了 吐了 吐了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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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对 吐 对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好像Rap的那种感觉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你可以唱一首以后Rap的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 好Rap的 所以大家觉得今天这个TEN老师和张罗老师过关吗 过关 过关 哇 波浪盖儿卡吐了皮了